我們來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立體一 兩個物體的質量是M1跟M2 假如M1比較大 受到同樣的拉力 誰的加速比較大是廢話 直接看就好了 很簡單嘛 F等Mb 然後呢 我們力量一樣嘛 F一樣嘛 M跟Mb成什麼比 反比嘛 反比嘛 所以質量越大加速就會越小 所以M1帶於M2 所以呢 質量越大加速特比較小 所以呢 就是B會大一個A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那這個是簡單小問題 沒什麼程度的簡單小問題 OK 那 換你們呢 這個固定的車力量推這個水 可是這個水會流失 會漸漸的變少 那它的加速度呢 會如何的變化 那加速度會如何的變化咧 2號 2號 A 請坐下 F等Mb嘛 拉力一樣嘛 M跟A成反比嘛 質量越大加速度越小 質量越小加速度會越大嘛 那車子水流失掉 所以表示質量減少嘛 質量減少嘛 質量減少所以加速度就會怎麼樣 增加嘛 加速度會增加 所以呢 我們一個練習零四呢 答案顯得是變大 這個是簡單的小問題 但是這種簡單小問題 也是有人在考的 也是有人在考的 所以很簡單很容易 把它弄懂就好了 OK 欸 下一個立體 他說 對一個同一個物體是 F1 F2 F3 加速度是A1 A2 A3 如果力量比是1比2比4 加速度比是多少比 那就是比來比去 你說不會比就不要 亂比 公式翻一翻 就看一看想想就好了 F等MA指量一樣的時候 F2A成何比? 正比 所以F1大A就會越大 所以F1 F2A1比2比4 乘正比 所以呢多少 也就是 1比2比4一樣 所以呢 答案就選豬 因為它乘正比 所以比例是一樣 那如果乘 法案比就會怎麼樣? 1分之1比2分之1比4分之1 OK 就這樣子 它就成正比 所以就1比2比4 很簡單 然後於是 問練習舞兩題 第一題 我們是F的力 給甲 加速度8 給乙 加速度16 第一題問 質量比 第二題問 把兩個綁在一起 加速度多少 好 第一題跟剛才一樣 第一題跟剛才一樣 只是正比跟反比的關係而已 好 來 這個指向多少 一個加速度8 一個加速度16 力量一樣 請問你看 質量幾比幾 質量幾比幾 OK 來 我們應該找個帥哥男吧 有帥哥男嗎 有帥哥男嗎 這空白耶 為什麼有空白的籤啊 2 3 空白籤上面有號碼 1比1 2比1 多少 1比1 2比1 2比1 請坐下 你說2比1 F的MA 相同拉力之下 M跟A成什麼比 反比 要反過來 來 所以加速度比是 8比16 1比2 反比就是1分之1 比 2分之1 所以呢 就變成2比1 所以答案是2比1 2比1 下一個小提示問 綁在一起咧 綁在一起 再用F加速度 然後這個不能夠整除 所以請你用最減分數表示 他無法整除 他無法整除 所以用最減分數表示 所以用最減分數表示 是多少咧 蛤 是多少咧 是多少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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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發 我霹靡無號 喔 我手在我旁邊 我 你答案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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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想相信 講給你了 他不想相信 他不想相信你 F等2妹 相同喔 拉力之下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綁在一起的時候 質量變成B的3倍 那不是2比1嗎 2加1變成3嗎 2加1變成3 所以質量變成 質量就變成B的3倍嘛 他跟1的3倍 那所以反比要多少 3分之1嘛 16比S反比1分之1比3分之1嘛 然後就算一算答案叫做3分之16 3分16 所以答案3分16倍 OK 這一次 剛才的立題跟這個練習 這幾個都是屬於簡單的問題 簡單的應用 他的所謂的正比跟反比 就可以解決的 那也是屬 我想過了 考試這麼簡單 他還是有人會考這種題目 反正要來送分用的 希望他的分數能夠送得出去 很簡單的運用 OK嗎 OK OK